公元1861年 杨露禅带着国家能给予一个民间武术家的最高荣誉 荣归故里 16年前 他顶着大风雪 怀着忐忑心情前往陈家沟学艺 现在他已经名动精华 过去免费瓶现代汉 在这个 他这里飞了两岛园 下面你看这个地方有 这叫紫荷园 他这后边 还有一个一岛园 后边那一岛园主要是 杨露禅带着过去的连工的底部 后边有个动物是他连工 这个币边在这个放后币边 还有三分之一的底部 这都是杨带 压着杨带基底的 我老旧 我爷爷和我父亲 都原来都在一个一边聚着 给亚上就一个一边聚着 我从小从这个地点长大 这原来是可能是练武的地方 练武的地方 原来这个后边的很大的地方 地边也很大 杨露禅的故乡广府古城 位于今天永年县城东南方向25公里处 古城坐落在方圆30平方公里的水坡中央 站在广府的古城楼上 远看水波荡漾风光移泥 近看荷花眼印垂柳婆娑 人称北方小江南 太极这个玄妙的境界 就在这种氛围中 向这座小城慢慢靠近了 宇宙洪流 天地咬明 均在太极之里 人生在世 寒暑造失 阴差阳错 多半失于调理 随着武功修养的加深 杨露禅对太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太极它这两个字是太 这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的意思 你比方一个人 一个事 这个是太好了 或者没一个事 这个事太坏了 它是太怎么了 这个极就是极下 任何一种物体和人工姓氏 和任何的一种东西 它到钉峰的时候 到极下 嘴极下的时候 跳发成叭 水是最柔弱的东西 但为什么滴水可以穿石 很多东西看似柔弱 实则胜过刚强 所以当你非常想达到一个目标时 不妨从反面入手 欲左先右 欲上先下 欲勤而故纵 据广府老人们传说 杨露禅回故乡的那些日子 常常一个人去广府的古城墙上练拳 单边提手上市 白鹤亮翅 据说 当他打到一招 手回琵琶时 左掌阳 右掌阴 他煞时间悟到了太极拳中 刚柔并济 虚实相生的精妙之处 这一招使得如行云如水 非常潇洒 杨露禅在河南陈家沟时 以尽得师父陈长青的真传 随后又漂泊江湖16年 遍访名师 特别是在高手云集的王府交拳 不断与各路英雄切磋比武 武功突飞猛进 终于成长为一代宗师 如果杨露禅到此为止 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武林高手而已 但杨露禅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机遇 帮助他缔造了中国武术史上 一个更大的奇迹 杨露禅的武艺 学自河南陈家沟 但人们很快发现 杨式太极和陈式太极 在走架打手风格上 都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格格不入 有人甚至怀疑 杨式太极拳 是否真的出自陈家沟 比如 陈式太极拳向缠一根丝 想就螺旋式韵力 杨式太极拳 则向抽一根丝 是一种向前的穿透力 强调的是连绵不断 后来才知道 杨露禅把陈家沟的武功给改了 好好的一套拳 为什么要修改呢 原来杨露禅在京城成名以后 很多达官贵人 慕名跑来向他学太极拳 下到低级军官 上到亲王贝勒 简直踏破了门槛 但杨露禅发现 这些人交起来很困难 比如 八旗子弟 长期养孙处优 身体退化 已经不适合练习 激烈凶猛的套路了 其次 做官做到一定级别 就要有官派 否则会被人认为不稳重 一些翻滚腾挪的动作 确实与他们的身份不相符 而更深刻的原因是 他所生活的清朝晚期 正好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 冷兵期的时代已经过去 武术的战争意义急剧下降 一些凶狠的武功招式 变得无足轻重 甚至被认为不文明 所以 杨怒禅把高难度的发力 和凶猛的动作 统统砍掉 传统的陈氏太极拳动作 一下快一下慢 因为它有间歇性的发力 杨氏太极 因为去掉了发力 其快慢是均匀的 细心的人还发现 杨氏太极 甚至没有跳跃的动作 连跺脚都去掉了 它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 就是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不仅达官贵人可以练太极拳 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花甲老人都能练习 太极拳又是中国历史上 罕见的一种有思想的权术 它植根于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中 蕴含了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一来 又极大的迎合了达官贵人的高雅情趣 练太极拳不仅不会被人嘲笑为一介武夫 反而成为一种时尚 而杨怒禅打的太极拳 更有一种独特的古典美 杨怒禅自己说 练太极拳要有龟棉蛇行之意 行云流水之容 沉于落雁之美 太极拳打到它这个程度 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 被称为文化拳 哲理拳 杨怒禅干脆把许多招数的名字也改了 像陈时太极拳的一些招数名称 如河手 插脚 暴溪登山 下部纸当锤 贴身锤等等 都不够高雅 如果改成如风四壁 野马分踪 双风贯耳 手挥琵琶 就会好听得多 也更有利于太极拳的传播 杨怒禅还引进中国中医经络科学 并融入导饮 吐纳等技巧 其健身养生 续病炎炎的效果 已经为实践所证明 于是太极拳 又被禁忽为一种健身拳 杨怒禅在长期教拳实践过程中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最终独辟蹊径 推陈出新 开创出一套充满诗情画意 动作如行云流水的新式太极拳 后时统称为杨式太极拳 他的儿子杨帆侯兄弟 孙子杨成甫兄弟 也都是太极拳名家 都为了普及太极拳 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杨怒禅成全开始算 杨家三代人一百多年间 将太极拳由乡下带到京城 由民间影响到社会各阶层 创天下 打天下 最后传天下 其拳目也是一个不断锤炼 不断丰富 不断演化的过程 后来有人说 太极拳的迅速推广 很像乾隆时期的归斑进行 开启 说太极拳梅了 翻天下 这种 蜂蜜